据环球时报4月30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日当天接受路德社采访时称 中国将竭尽所能使他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失败 不过他并未透露相关依据 指示称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形势证明了这一点 堂堂世界第一大国总统对中国张口就来 面对特朗普的污蔑中国外交部展开反击 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来谣言毫不客气霸气回击 据外交部消息 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特朗普发言回应道 我们多次说过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 中方没有兴趣进行干预 同时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客不要拿中国说甚 对于中国的抗疫成效以及中方为国际抗疫合作的贡献 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耿爽指出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国际社会需要中美携手 而不是制造各种明目去拆别人的台 美方也必须清楚 疫情当前大家应该同收共继 这时候拆别人的台最终也将拆除自己的台 疫情爆发后 美国不断放出污名化言论 试图舆论打击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于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去参考消息网5月1日报道 俄罗斯报纸网4月29日刊登了一篇名为 特朗普的鹦鹉 谁在因新冠病毒诽谤中国的采访文章 结果西方对中国态度 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亚历山大洛马诺夫 洛马诺夫指出 在疫情爆发后 澳大利亚 欧洲 以及美国对于中国态度各有不一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主张要求调查新冠肺炎起源 并紧随美国之后发表污名化言论 欧洲则对中国持谨慎态度 但没有如澳大利亚那般紧随美国之后 在断供世卫组织一事上 欧洲也持反对态度 美国则热衷于发起访华行动 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大选即将来临 而美国在4月28日又突破了100万确诊的标志性关口 因此特朗普需要通过针对一个不友好国家 来塑造自己英雄形象 随后洛马诺夫总写道 中国的强大生产力和北京顺利摆脱疫情 令许多西方政客不悦 尽管中国竭力避免与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的话题 但其政治体制特点在抗议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引起了美国等国家的大肆炒作与攻击